爱唱歌的民众注意了 2024宜兰市奖杯歌唱大赛 明天6月26号就要开放报名了 分为青年组、壮年组、长青AB组 总共有370个名额 而8月份会有三场出赛 晋级决赛的各组优胜者 可以获得2万元的奖金 而喜爱歌唱的民众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乙歌会有机会 挖掘好声音 2024宜兰市长杯歌唱大赛 从明天开始报名了 今年分青年组、壮年组、长青A组及长青B组 共开放370人登台演出 今年总奖金高达41万8千元 各组歌王歌后可获得2万元奖金 广要热爱唱歌的献民朋友来挑战 那歌唱大赛 其实对所有的市民爱好歌唱的朋友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娱乐节目 那我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记者会 可以吸引更多的喜好的 全部都来参加宜兰市长杯的歌唱比赛 那报名呢 我们有青年组 青年组里面就有90名的名额 那壮年组有110个名额 还有长青A组也是110 那另外长青B组60名 我们特别在长青B组的部分 增加了10位的报名人数 所以总共的报名人数有370位 370位 那这370位当中呢 还有决赛 所以希望呢 明天早上 晴早之外呢 大家要多多的利用这段时间赶快 赶快练习 报名地点为6月26号到28号 在宜兰市民活动中心 7月1号到2号 在公所社会课售里报名 出赛日期为8月10号到12号 决赛则是8月31到9月1号 而公所也邀请去年市长杯歌唱大赛 青年组优胜者许宇杰来替活动宣传暖声 也分享比赛经验 因为其实我本身就蛮喜欢唱歌的 然后刚好就是市长杯的奖金都非常优渥 对所以都 也有亲朋好友都会建议就是 有朋友也都会跟我说 记得要来报名这样 对对对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本身有学过唱歌吗 唱歌那是就是 有时候上节目可能老师会稍微指导一下 但通常时间还是到分层都自己练习为主 就是多听 网络上很多教学可以多看 还是要多练习 然后多听一下不同版本的歌曲 就是有些人翻唱的歌也都可以去听看看 对 那像这样 今年的要看报名 有没有给想要参加的一些介绍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踊跃报名 因为你有报名才有机会 没有报名就很 没有办法拿到那两万块了 所以大家报名要重塑 对 然后就是多练习啊 有空就多跑个步 增加一下肺活量 所以这个奖金吸引了大家之外呢 赶快来报名参赛 宜蘭新闻记者黄竹和采访报道 对 不过 我愛你